手机 现在的人从早到晚都离不开手机 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用手机看新闻查天气 吃早饭的时候看手机 地铁里公共汽车商看手机 买东西点外卖就出租车用手机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问题 也要用手机查答案 人们做什么都要用手机 手机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 老用手机让我们跟家人 朋友在一起的时间短了 心离得远了 很多以前喜欢做的都不做了 眼睛也坏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开始少用或者不用手机 他们发现 跟家人 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多了 也有时间出去看电影 做运动和旅游了 眼睛也束缚了 所以 不是不可以用手机 是 不要只用手机 因为生活中 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可以做